其实这个画里面有很多隐藏的雍正留下的痕迹 我们来看一下这十二幅画里的细节 十二美人图主要表达的就是一个主旨 风雅 一般说起风雅我们会说什么呢 琴棋书画 诗酒花茶 或者说宋人说的四般贤士 那叫做焚香点茶 卦花茶花 无非就是这样啊 比这个八个字多出一个的是焚香 那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梳理一下 首先是琴 这个古琴在十二美人图里面虽然没有直接的出现 但是持表对局这幅画里面出现了销 琴和销是一对好伴侣 因为一般来讲啊 古时候弹琴的多是先生 所以说呢 琴销合奏 销就非常适合美女 琴销合奏有点鸾缝和鸣的这个意思 第二 琴 琴的话呢是在销下赏叠这个图里面有棋盘 和两只青瓷的围棋挂 书指的是书法 哇 那出现的太多了 在持表对局 球装对镜 销下赏叠 以踏关阙 关书陈吟里面 墙上都有挂书法作品 碾珠关猫里面啊桌上又放着这个印章 印章呢是古代文人在赏完别人的字画 或者是在自己写完书法之后一定要加盖的东西 在博古优司里面啊桌上还放着一方艳台 这个印章艳台都是书法相关的必不可少的用品 这个画呢在碾珠关猫 关书陈吟里面 墙上都有挂着装饰画 在球装对镜里面这个背景架子上还有很多未展开的卷轴 诗酒花茶 那个诗在持表对局 关书陈吟和球装对镜里面 这个背景的书法呀都是诗 而肖下赏蝶背景的书法里面是个迎联啊就是对联 酒啊虽然在这个皇家的画作里面 女生按理说不饮酒为好 但是古代有很多品酒器啊跟品茶器是不分家的 这个同音品茶里的茶壶 博古优司后面博古家方的僧茂壶 都是可以作为酒局的 既然是美人图画漂亮女生的画 那里面画肯定是少不了的 几乎每一幅画里面都有花 我们来看啊 力池如意里面画的是蔷薇和牡丹 寓意的是富贵 跟如意放在一起就是富贵如意 轰如关雪里面虽然主角是猪 但是这墙外除了挂着雪的猪以外上面还有梅花 梅花作为碎寒三游里面的成员 它象征着坚毅和这种傲雪的毅力 持表对局里面这里面菊花是主角 但你们看啊它是被踩下来的 放在花瓶里面 所以这时候呢不是在观赏自然里面的花 而是在插花了 这个竹下缝衣啊 虽然是在做女工 但是墙外是有莲花的 大家注意这幅画后面的窗户 竹子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蝙蝠 这算是一个小彩蛋啊 红幅将至讨个好彩头 球装对镜的这个窗台上放了一盆菊瑶的花盆 底下还配了一个菊瑶的花盆托 这个花盆里面种植的是水仙 肖下赏蝶 在赏的是蝶 但是栏杆后面你看 有几朵花那个是宣草 在封建家庭中啊 有这个移生男的美誉 是讲究一个祈求生男孩的愿望 这个画中人手里还把握着一个葫芦 这个葫芦也有着像生着生孩子白子的意思 所以这幅画主要是一个关于生育的一个教画 在以踏关阙里面的踏场和博古优司后面的桌上 都有或大或小的插花作品 这个插花呀既可以欣赏花器啊 因为画中的这些皇家妇女呢用的都是很漂亮的瓷器 甚至是古董瓷器作为这个插花花器 然后呢配上松枝或者是小花 或大或小都非常有亚趣 说完花咱们再说茶 力持如意啊 后面有两支黑地苗金的大漆茶叶罐 球装对镜右下角有寄兰柚茶钟 这个茶钟呢相当于今天的盖碗 只不过咱们盖碗啊是拿来泡茶喝 倒出来喝 但是清代人直接拿这个茶钟对着喝 同音品茶本身就是关于茶的 画中人手持的是狼窑红柚茶杯 清代人说啊要想穷烧狼红 就是对狼牙红柚的一个评判 说它非常难烧 烧制的人都亏本 所以说非常稀有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最后还有一个宋人说的香 在这个碾珠关猫这幅画里面 桌上就有一个掐丝法郎的香炉 这个掐丝法郎是景泰兰的学生啊 同胎表面掐丝 上法郎彩再度上金 哇变得非常的华丽 这种华丽的风格啊 深受清代宫廷的喜爱 这个香炉啊配了个木盖子 上面香了一个白玉的钮 钮就是这个滴落起来的这个东西 这个钮呢是镂空的 从元代开始啊 就会有这样镂空的白玉钮 这样点香的时候呢 烟如果从盖子里面和钮里面出来啊 阴晕而出 从这个孔里面流出来 非常的好看 包括标题里 碾珠关猫这个碾珠 十八子手串啊 清宫里很多的十八子手串 都是用荷香珠 檀香珠 甚至是用陈香珠做成的 把玩在手里的时候 那就会非常香 关书陈吟里面 桌上也有香炉 只不过这个香炉呢 是宣德炉的形致 没有很华丽 走的是那种古朴素雅的路线 宣德炉的材质啊 是宣德时期进贡的一种特殊的红铜 它就放着这种紫金的光芒 而且气形呢也很浑圆啊 没有这个掐丝法王顶饰炉 那么有灵脚 而是浑圆的双耳骨腹三个乳足 让整个气物显得内敛而柔和 除此以外啊 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比方说房间里面的气物摆设 再比方说房间里有很多的清贡 这个像佛首这样的果子有香味 古时候的文人呢 就会把它堆叠在一起 作为一个文箱 这样的清雅的摆设就叫清贡 还有一些我们现在的文丸 比如说折扇和团扇 在这十二幅画里面都能看到 我们列举了那么多风雅的细节 说到底啊 这些都是为了丰满这个庸亲王 岁月静好的这个白莲花人设 他说我不争不强 但是你如何证明自己真的不争不强 你如何让别人信服呢 对吧 靠的就是庸正他对于这些文人亚丸 对于这些生活情绪的研究和他的精通